一旦认定你,余生都是你,有不变心的三大星座,金牛座,金牛座的人喜欢稳定而安逸的生活,不喜欢变化,所以在感情上开始一段恋情往往就是非常认真且稳定的,虽然不太懂浪漫,却能给人和他事可靠的感觉,那么不会轻易变化,也因为性格如此,更因为对感情之中程度极高。 不管是生活,还是工作中,只要是他们认真思考过后认为对的事情,绝对会坚持忌诫,固执地认为只有自己的做法才是最好的。 他们在爱情方面也很固执死心眼,只要是他们认定了一个人,就是特别执着,在难追的人他们都会坚持要把对方追到手。 就算恋爱后发现这个人可能并不是特别适合自己,但他们还是不会放手,一旦认定你,余生都是你,永不变心。 狮子座,狮子座骨子里有点骄傲,不轻易爱上一个人,可当他们真的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就会依法不可收拾。 对狮子座的人来说,既然爱了,就应该对得起自己的感情。 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应该放手一搏,这样自己以后回忆过去的时候,才会无怨无悔。 狮子座的人最大的一个毛病可能就是喜欢口诗心扉。 即使他们嘴上说着不喜欢你,讨厌你,但背地里又会做很多让你觉得很感动的事。 属于典型的傲娇,他们总是这样,只要能待在对方身边,哪怕做一些很委屈自己的事,他们也愿意,而且他们对感情很执着,一旦爱上了,就不会轻易放弃。 不管遇到什么事,狮子座都愿意一直陪着你,甘愿付出一切。 摩羯座,一生宠爱老婆,用不变心的摩羯男,摩羯座男人在婚后会很尊重另一半,他觉得婚姻是两个人的生活,所以少了任何一个人都会很不方便。 再加上摩羯男天性比较懒惰,一旦结了婚平日生活习惯依赖另一半照顾,如果突然老婆不在,没有人帮他打理一些生活上的细节, 摩羯老公就会再度变成婚前那个不休颠覆的邋遢男,摩羯座的男人就是传说中的在外一条龙,在家一条虫。 在外人眼中,摩羯男是工作狂,回到家,他们就懒懒的不想动他,什么事都摔给另一半,若是哪些老婆不在家,摩羯男会崩溃的,因为摩羯男从来不关心家务上的事。 至于做饭呀,打扫房间呀,更会把摩羯男别的直跳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